这是一种十分稀有的血型 它不仅揭示了人类是如何诞生的 而且还隐藏着关于巨人的秘密 这就是传说中的RH阴性血 那么RH阴性血到底有何神奇之处 为什么说具有RH阴性血的人 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群体 我们都知道 人类常见的血型无非四种 分别是A型、B型、AB型和O型 这是根据红细胞表面的抗原种类 所做的区分 而早在上世纪40年代 一位名叫兰德·施泰纳的生物学家 发现了一种十分特殊的血型 这种血型的红细胞上的抗原 与恒合喉上的抗原一模一样 于是学界便使用恒合喉 英文名的前两个字母RH 来为这种血型命名 因此如果一个人的红细胞有RH抗原 那么它就是RH阴性血 反之如果它的红细胞没有RH抗原 那么它便是RH阴性血 可奇怪的是 目前我们所知的612种灵长类动物 都不具备RH阴性血 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的 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 那么为什么猿猴不具备RH阴性血 而一些人类却偏偏具有呢 一般来说 我们身上的遗传基因是不会出错的 人类几乎无法创造出 与自己祖辈不同的基因 因此目前已知的 具有RH阴性血的那一部分人类 他们的祖先究竟是谁便成为了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 除此之外 RH阴性血还具有一种难以理解的特性 如果一位具有RH阴性血的母亲怀孕后 其胎儿呢 并不具备RH阴性血 那么一种名为新生儿溶血症的过敏性疾病 便会从母亲的身体内产生 具体表现就是 母亲体内会产生一种攻击胎儿的抗体 就像一种生物在面对其他生物入侵时所作出的反应一样 如果此时这位母亲不及时前往医院求助 那么很可能会造成胎死腹中的悲剧 一般来说呢 这种体内抗体的攻击行为 只有在动物杂交时才会发生 那么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繁殖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难道具有RH阴性血的人 和不具有RH阴性血的人 不是同一个种族吗 据统计世界上拥有RH阴性血最多人口的地方 是位于西班牙和法国交界处的巴斯克地区 在那里有多达上百万的人都具有RH阴性血 因此研究巴斯克人对于破解RH阴性血的秘密 具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巴斯克人在相貌上和普通的欧美人有所差别 其次呢 他们还拥有独立的语言系统 那就是复杂的巴斯克语 迄今为止啊 很多语言学家都无法将这种语言研究通透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呢 巴斯克人自称自己是拿菲利人的后裔 拿菲利人呢 是圣经中所记载的一个古老的种族 在希伯来语中呢 是从天而降的意思 据说呢 拿菲利人智商啊 比普通人更高 体温呢 也更低 甚至啊 在身高上称得上是巨人族 以色列人曾经在迦南地见到了拿菲利人 第一眼啊 就被他们的高大身形所震惊 在古老的记载中 拿菲利人是神派到地球上的守望天使和人类的结晶 因此呢 他们也可以被称之为神的后代 如果这种说法为真 那么关于人类起源的真相 将完全被颠覆 进化论也变得根本站不住脚 无论事实如何 RH阴性血都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 面对这个问题 屏幕前的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